警方執行臨檢勤勿 到霞區這一間桌遊店 來展開盤查 當中這名穿著黑色上衣的男客人 突然起身是到陽台 他說是想去吞雲吐霧 但警方臨檢到一半 卻想離開 反而引起原警注意 高雄前進分住所的原警 就在這個月十一號 晚間九點左右 前往霞區的桌遊店 來執行攔檢勤勿 一查身份竟然是名通緝犯 說是想去吞雲吐霧 其實是想藉此躲警察 更發現二十五歲男子 身背多條通緝 包含過失傷害 竊道詐欺等等 平常為了躲茶器 輪流下他不同的飯店 這一天到娛樂場所消費 結果遇到林檢 想躲原警 反而被盯上 意外被查過